小雪 快点离开童话王国 小雪 快点离开童话王国 你们不要这么对我 接下来分组完成作业 老师 我不要跟小雪一组 老师 我也不要跟小雪一组 老师 我和小雪姐姐一组 熊妹 你跟小雪一组 熊妹 靠近小雪会变得倒白 你快离开 小背大宝 你们俩在说什么 你们的作业零分 小雪妈 不要啊 老师 小雪 大家为什么都不愿意跟你接触啊 熊妹 是这样的 不要离开我 不要 妈妈 不要 宝贝女儿 怎么了 没事 妈妈 不 妈妈 真的离开我了 是不是 只要我在梦里看到谁 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小雪 一起逛街去 小白 你今天最好不要去逛街 为什么啊 小雪 小白 你去逛街会 哎呀 反正就是不要去 小雪 你怎么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小雪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的衣服全脏了 还有妈妈给我买衣服的钱 也不欠了 小雪 你向我对我说的话 全变成真的了 啦啦啦啦啦 救命啊 别光咬我啊 是不是 谁跟你说坏就倒霉啊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大宝 我们走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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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 你没问题 是我的预知未来小树林 跑到你身体里去了 对不起 小雪 我们对你太过分了 我们错了 小朋友们 你们想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 会怎么去使用它呢 快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